好 來喔 我們一般 如果是在祝修做生日 都會吃豬腳麵線 說會疼好生 農曆的八月十五中秋節 也是土地說的生日 台南有一間百年的老旁店 做一個很大型的麵線塔 跟土地北公來祝修 大家就真好奇 這個麵線塔的麵線到底有多長的 這個店街特別邀請到四十多的鄉村 做回來牛麵線 市中間有一百米這麼長 今天這個麵線塔的麵線塔 就是中秋這一天 要把福利政信很少 用看的就知道這個做這個麵線很夠工 不過讓人家告到後期 是這到底有多長 來來來 又繼續走 要還有 你看這四十多年 總共有四十五的人 一個人牛一大 只能用這個麵線 總共撩開 小心喔 不要動喔 還有喔 還有對不對 原來這個沒回來的麵線 總共有中間一百公圖 這樣是多長 七百十大斤 十大斤 是 手工麵線塔的製作 這也是台南這間百年 拼了點第四代的老家牛 做這個一湯最沒要兩點煎 這個麵線的水分比較多 比較柔軟才能拿來秘 古代啊 我們在熟悉的時候 這個麵線扭起來 一湯這樣拐拐 都不會洗回去老人這樣吃 工夫不錯 可以一條麵線扭到那麼長 還都不會長 除了讚嘆也讓人了解到 富翔有很多百年六點 團成的文化 要輸出何日點 這個就是我們台南 獨有的美食文化 日常生活中 會看到的 當時有麵線 原來就是這麼長 也讓大家大家介紹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